Win me up when you out when you see him He can go cry when I react this DM He can go die in a ditch when I'm out with his bitch Statey bragging and boasting We running and shit We're fucking kids That amazing kid making jokes 这间餐厅的氛围很像欢乐的居酒屋 员工也很热情 我推推 这间店可以说是来首尔一定要来吃过一次的人气餐厅 餐点的部分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它的价钱 其实我在第一道菜就为它丰富的味蕾冲击二进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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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在那里扫一下QR Code就可以出来了很快 现在我们要去领行礼 人超级多我们总共排了一个小时 我觉得他们的旋转盘动的好快了 拿心力的时候要小心 买好车票了 那台机器很难用 你可以选中文 你要先知道你的站名字叫什么名字 然后要一个一个慢慢按 按到你的站名 再选几个人 然后可以用信用卡结账 一开始我在网路上做功课的时候 想说我们9点20分就到这里 结果因为出来这边花太久时间 我们做到刚好是11点10分 最后一版 算你幸运吗 花了快两个小时才终于出来 我们这次住的旅馆在明洞中心 是一间整个重新装潢过的韩系旅馆 这还没弄乱 速速拍个开箱 这里是厕所 淋浴就直接连着水槽 我们订的是一张双人床跟一张单人床 我们是只有两个人 但是它的房型就是这样 就这样 很小 那边有窗户 有一个电视 这间旅馆有一个小小的厨房 旁边是吧台式的用餐区 这里每天早上都会提供早餐 有玉米麦片 吐司果酱 还有水果 位在厨房的洗衣机 可以免费使用 榴梨台上面的泡面 也是随便你吃 柜台旁边还有另一个空间 可以用餐 整体风格走韩式简约风 地点相当方便 一天大约是台币1500元 我觉得很可以 我们这一次是直接住在明洞中心 刚才放完我们的行李 现在是12点半 我们要去吃我们的晚餐 好的切入正题 让我来介绍 这是我们在首尔吃的餐厅吧 第一间就是 赞明洞的烤肥肠餐厅 由于当时时间也晚了 我们没有点烤肥肠 而是点了较清明的寒牛来吃 这里的店员会帮你把肉都烤好 所以基本上除了夹肉来吃 你都不需要动到手 烤好的肉会放在小铁架上 避免过熟 最后再铺上一把韭菜就可以开动啦 IG打卡 送免费的酒喔 这里整体用餐感受不错 店员会热心告知优惠 英文程度也很好 刚刚那店员帮我们烤肉啊 整个肉烤的恰到好处 外面焦焦的还有嫩 然后它的洋葱 超爆甜的耶 超好吃 随便这样煎一下就超级好吃 洋葱真的很赞 肉啊配上这个韭菜很解腻 而且它光沾酱就给了 123 45 67 还有研发 整个味道很多变 第二间餐厅位在年轻人聚集地的 宏大商圈 就是这个你们一定听过的荒谬的生肉 它是一个超便宜的韩式烤肉吃到饱餐厅 以及你们就会看到这张贴心的解释了 所有配料和吃法 猪肉的部分提供了猪五花和脂肪较少的猪颈肉 和旁边的配料一样都是无限夹取的 水的话要去冰箱拿钢瓶后 再到旁边的饮水机装水 等烤盘热得差不多就可以开烤啦 棒 荒谬的生肉就是一个假仇霸的好地方 一个人才350台币的价格可以让你吃肉吃到怕 是真的会怕 因为只有两种肉其实吃到后面真的会比较腻口 需要自己摸熟不一样的吃法 中间的大酱汤也是简易的好帮手 它有很多粉点可以找邻里近的地方试试 再用餐10段几乎都会大排长龙 所以要做好可能等30分钟以上的心理准备哦 第三间是山山会馆 我们去的是新沙洞粉店 这里的招牌是泡菜烤猪肉和泡菜炖猪肉 我们点的就是活动菜单的第一个双人套餐 套餐包含一个手抓饭团 泡菜烤猪肉和煎蛋卷 手抓饭团的配料有鱼软海苔和一大坨的美乃滋 自己混合均匀后捏成一球一球的就可以吃了 不得不说这种手抓饭团真的很好吃 我在台湾的韩式餐厅有看到也一定会点 套餐烤猪肉附的豆腐超级嫩 猪肉本身也很够味 用生菜包着吃也很好吃 至于蛋卷就是淋了超多酱的玉子烧 加了起司的泡菜烤猪肉口感又更上一层楼 辛辣味也降低了一些 感觉一开始就应该这样点 这间餐厅的氛围很像欢乐的居酒屋 员工也很热情 我推推 不过套餐内的煎蛋卷 吃到第二个就会觉得非常腻 我看很多桌的客人都没有吃完 除非你很喜欢玉子烧 不然我觉得不用点到套餐 可以分开单点就好 第四间我们来到了 盛水洞的超人气餐厅 主传三代马铃薯排骨汤 在飞用餐时段排队的队伍还是很长 不过因为座位很多 所以前进的速度还算快 它就桌子上面长这样 然后就可以加热 超好吃的 就算没多久会讲中文啊 Juma就端来了小份的排骨汤 如果你跟我一样不喜欢芝麻叶的味道 请记得在这个时候就要把它们抽掉 不然汤就会有满满的芝麻叶味 店家已经事先把排骨炖到轻轻易达就可以骨肉分离 排骨肉非常入味 但汤又不会死咸 配上附的小黄瓜、腌萝卜和泡菜也非常解腻 这间店可以说是来首尔一定要来吃过一次的人气餐厅 来韩国怎么可以错过一只鸡料理呢 在参考过韩国主妇的影片后就决定是明洞一只鸡啦 店员会将半熟的鸡在你面前慢慢肢解 这里有中文菜单也有很多配料可以加点 单鸡肉的酱料要自己调配 鸡汤有附上几块年糕 还有汤泡菜可以倒入鸡汤内改变汤的风味 中文攻略也很贴心的都帮你写好了 这清澈的鸡汤喝起来无比鲜甜 在冷冷的天喝上一口真的超疗愈 吃到最后再倒入汤泡菜等于得到了一锅新的泡菜鸡汤 别忘了最后要来点一份面条 来拌着自己的特调酱料吃哦 以下几间都是米其林系列餐厅 第一间来到大家应该不陌生的明洞饺子 米其林指南更是每年都推荐 热门程度让他一开门就客满 他们只有贩售四样餐点 刀削面看起来像小笼包的蒸饺 冷的辣拌面和四到十月限定的豆浆汤面 餐点是透过机器人送的啊 再由员工放置到客人桌上 请不要自己拿耶 某个人觉得刀削面面体偏软烂 很像我阿嬷会煮的那种大锅面的口感 还有附上应该是用饺子材料做成的馄饨 饺子的部分可以说是皮薄馅多 沾上他们给的饺子酱油加分不少 整体来说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耶 首先可能是饺子的形状跟我们认知的有一些不同 这就让我觉得蛮怪的 再来人气餐点刀削面的部分 也没有让我觉得特别惊艳 民动饺子对我来说会是那种 有来尝新一次就好的餐厅 下面这间是有80年历史的牛肉汤老店和东莞 也是米其林推荐餐厅之一 点餐的同时店员会确认你是不是要有韩牛肚的汤 这个牛肉汤算是韩国的传统早餐之一 看似清澈但可以尝出大骨的鲜味 汤里面有白饭和几片牛肉片 我点的还有几块牛肚 汤基本上没有调味 所以可以一个人口味 自己加入盐巴或是胡椒粉 我们大约是早上8点多来吃 几乎每个桌子都有坐人 但不至于到需要排队 餐点的部分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它的价钱 平均一人400块的早餐 除非是因为前一晚宿醉到不行想喝热汤 不然我觉得我不会再来吃 最后一间则是位在江南区的 米其林一星高级餐厅 餐厅拨着舒服的钢琴月 厨房则是全开放式的 我们吃的是午餐 菜单会跟着季节调整 所以我们吃的料理你们可能不会吃到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菜色就好 第一道是番茄冷汤 汤底是用椰奶制作的 讨厌椰子的不会喜欢这道菜 第二道是水刺身搭配提鱼做成的酱料 再来就是酸肿面包搭配海盐奶油 第三道是煎鲁鱼搭配回芹酱 旁边还有一小坨的煌米香 或是你也可以加价换成龙虾搭配法式浓汤酱汁 主餐则有鸭肉佐阳肚菌酱 或是加价换成烤含牛佐松露酱 再来会给你一小碗的罗勒柠檬冰沙 混合着吃会有再喝mojito的错觉 最后则是一系列用樱花为主题的甜点 这间餐厅就是一个适合约会的高级餐厅 餐厅座位很少 氛围相当有情调 其实我在第一道菜就为它丰富的味蕾冲击二近乎 这是我跟我朋友的第一次米其林摘星 从没吃过这种高级创意料理的我们 几乎是一边吃一边研究菜单 才能知道我们在吃什么 虽然店员都会详细的解说餐点 但因为环境安静 店员都说话很小声 加上口音的部分 让我只能理解大约40%的内容 所以如果你的英文程度不是很好 可能就会更不知道你在吃什么 但说真的 吃米其林餐厅很大一部分是在吃服务 他们的服务是真的很好 要离开时会帮你穿外套那种好 而且午餐一个人价格在2500台币左右 我觉得算合理 从摆盘和餐店本身都可以感受到主厨满满的用心 而且就算是外国人也可以透过 Catch Table App轻松定位 如果是跟着另一半去首尔想刷刷浪漫的话 真的可以考虑这家 好的以上就是我的首尔餐厅推荐名单 之后还会有景点和甜点特辑 想要去首尔的不要错过啦 那我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的影片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 那就先这样子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od辣地 rod辣地 我可以不温康 我可以不温康 我可以没有温康 我可以不温康 我可以保持 我可以 我可以